究竟是什么样的跑酷 让玩家用掉了 他仓库里的一百个传送卷轴 太可怜了 而且好多人说 我们一起也过不去 那我们走 不行啊 这可是水上乐园 我看就是你 想去水上乐园玩了吧 那可不 对 你还真是一点都不客气 我来带你玩 首先我们来玩无敌水滑机 哇 还真的挺高的 不过我不怕 既然不怕 那就来看我 来来来 我给你拍个照 一 二 三 节制 哎呀 姐姐你跑太快了 都没拍好 拜托 水上滑梯 就是要快才有感觉 行吧行吧 下一个下午 一分钟天 嘿嘿 这个好玩 腾云加雾的感觉 公公那个太简单了 现在我们来个 杂志杂树般的一分钟天 姐姐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妮妮你可要对准点啊 明白明白 对了 啊 太高了 要摔了要摔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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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我明明跳准了啊 可就是水池太浅 姐姐你用分钟高 所以 妮妮你这么一说 我明白了 看我绝招 姐姐你手势的 发射 一 二 吃泡泡糖 嘿嘿 这么点高度 不会再帅了吧 这是聪明啊 那当然 还有 好疼好疼 差点就没了 不不雪 那我们吃完这四个项目 心跳水利方 啊 不是说有栏杆的吗 怎么还没到 不能快呢 那个可是压轴项目 行吧 我倒要看看有多难 能用掉一百个卷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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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呢 姐姐 水上乐园还有这种项目 嘿嘿 这个 这个是纸牙板 疯痛筋骨的 我没见过哪个 一边疯痛筋骨 还得一边吃面包挺住的 就这儿 这就是那个难的 看起来也不难嘛 嘿嘿嘿 姐姐 这就是你说的不难 我这个乖乖 还挺滑溜 我就不信 我制服不了你 完了完了 姐姐能胜呢 按照她这个速度 这哭你的转手转折 也要不怕呢 怎么可能 我刚刚那时 在练好基本功 你看 我这不就顺利上来了 哎呦妈 得小心点 啥 这边还有啊 真是造孽呀 哎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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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奶姐姐 小心 我实在是不忍心的 直接告诉你们结果吧 半奶姐姐用了41次转折 最终成功的上底层 还在后面摔摇了你一反 这些无关紧要的 你们就不用听了 就问问 你们敢不敢来挑战 地图迷你好放在这里呢 挑战完了 别忘了告诉半奶姐姐 你们用了几个转折呢 把 咱 我 美 为 在这边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